字幕君 迷雄 字幕君 迷雄 牧師 師母 傳靠 各位主妹 長輩 弟兄姊妹 平安 今天我所要攻讀的經文是在尼西米寄 二章一到五节 七到八节 四章一到二节 八到九节 十五到二十一节 六章十五到十九节 尼西米纪二章一到五节 在旧约圣经五百九十七页 尼西米纪二章一到五节 在旧约圣经五百九十七页 雅达薛熙王二十年 尼上月在王面前买酒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王对我说 你既没有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的愁烦 于是我甚惧怕 我对王说 面完万岁 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尘官粮 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王问我说 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 独人若在王眼前 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猜浅火碗由大 到我列祖墓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下一段经文是在 尼西米记二章七到八节 在旧约圣经五百九十七页 尼西米记二章七到八节 在旧约圣经五百九十七页 我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 求王自我招书 通知大和西的神掌 准我经过 直到犹大 又次招书 通知管理王 园林的两上 使他给我木料 作俗殿迎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 与我自己环污使用的 王舅 与我神赐恩的手帮助我 下一段经文是在 尼西米记四章一到二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尼西米记四章一到二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成墙 就发怒 大大老恨 吃笑五大人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软弱的犹派人做什么呢 要保护自己吗 要献戚吗 要一日成功吗 要从土堆里打出火烧的石头 再立墙吗 下一段经文在 尼西米记四章八到九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尼西米记四章八到九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大家同盟要来攻击约乌杀乐 此城内软道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奏业 晚辈 下一段经文是在 尼西米记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尼西米记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页 从于今天 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 就不来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 各做各的工 从那日起 我的国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 拿工 装台甲 官长都站在有大众人的后边 修造城墙的 坎牌 木材料 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 吹脚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贿奏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这工程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 相离甚远 你们听见脚身在哪里 就律迟到我那里去 我们的神意为我们征战 于是我们做工 一半拿兵器 从天亮子到新宿 出现之后 最后一段新闻是在 尼西米纪六扎十五到十九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零三页 尼西米纪六扎十五到十九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零三页 以六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 四围的外班人 听见了便惧怕 仇媒不长 因为见证工作完成 是诸乎我们的神 在那些日子 尤大人对座五次 寄信给多比亚 多比亚也来幸福他们 在有大有许多人 以多比亚结盟 因他是雅拉的儿子 释迦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 约哈兰 娶了比利家儿子 与苏兰的女儿五妻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 多比亚的善行 也将我的话传与他 多比亚常寄信来 要叫我惧怕 愿神的话 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办事 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 见殿的心 见殿的心 同请董牧师 董师母 参加神的话 敬树 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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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封涵 慧主 大家请放心 慧主 传道 冲天长 给力秀请 请您来 1992年 在23年前 4月10日 三一堂 成立于 东区鼎号 对面的 汉工大厦14楼 23年来 三一堂 歷經了十次的遷堂 十一年前 伊馬可牧師是我們當年的會都 他十一年前回到台灣 參加會格會五十週年慶 他看到三一堂 從東區遷到西區的青年公園 我們就告訴他說 這是三一堂第六次的遷堂 他幽默地回答 他說在美國最大的教會 他們是遷堂了三十多次 所以三一堂還有很努力的空間 三一堂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上帝總是在他的時刻 上帝的時間 攪動經常 神不斷地讓三一堂 建堂 建堂 霍堂 不斷地建造硬體 也建造我們屬靈的生命 上帝不斷地篩選 屬他的子民 在聖經當中 我們剛才讀了很多很多的經文 記載的是 尼西尼 他建殿的世紀 我們首先看到 一個憂傷的心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尼西尼其實他是一個軍王 亞達薛基王的一個很重要的臣子 他是一個大臣 當他知道他的國家 耶路撒冷 他的城牆被拆毀的時候 然後城門被火焚燒 都沒有了 他內心非常的憂傷 痛苦 他甚至哭泣 他近時禱告 認罪祈求 尼西尼向上帝說了一句話 他說 上帝啊 如果你還敬念 當年尼向摩西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 您說 如果我們犯罪 您就要把我們這些犯罪的人 砸散到萬名之中 我們都沒有在一起嘛 但是有一天 如果我們這些百姓 我們願意悔改 遵行上帝的話語 我們就算這些百姓 在天涯海角 您都要把我們 招聚在一起 而且招聚在哪裡 招聚在上帝所為我們命定的居所 所以他跟上帝禱告 難過 上帝就竟然興起環境 剛才我們有讀到經文 上帝興起環境 神讓尼西尼在 雅達虛西王面前蒙恩 為什麼 然後虛西王竟然 答應他說 你去吧 你會用你的本書本家 去修到你的那個城殿 你去 而且呢 君王竟然提供了一切的支援 什麼支援呢 給他入圈 有時候 你凡事到什麼地方 你都要經過那個地方的首長 首肯你才能夠經過他的地方 那他就說 媽媽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恩典 你讓我坐高庭 直達 我們從基隆到高雄對不對 經過新竹省 就要經過新竹省長的首肯 我們才可以經過新竹 經過台中 就要台中的省長首肯 我們才可以經過 他說 君王完全答應 這所有的陸群 全部可不可以直接一次給我 我就直接過去 哎呦 王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不可以把我們建造 黃宮啊 最好的布料也給我 好不好 王說沒問題 他就很高興 很高興 你在憂傷痛悔的心的禱告 憂傷的心禱告 上帝回應他了 上帝回應他了 然後呢 上帝就為尼西米開了建殿的路 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 他看見聖殿喔 不但殘破不堪 讓他更難過的是 百姓竟然受盡了所有的屈辱 尼西米靠著上帝的大能 望著百貝巨星的景象 他首先 他跟以色列百姓說 你知道嗎 做見證 他說你知道嗎 上帝是怎麼樣等待我 好 竟然呢 讓亞拿遜西王幫助我 所以我今天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百姓被激發 每個人都很高興 奮力的做這個善工 大家都開始努力的建殿 可是呢 尼西米他就做了一個導告 他說上帝啊 求你給我分辨 你讓我分辨 我到這裡 你讓我分辨的智慧 誰是幫助者 誰是阻撓者 求你讓我遇見 也讓我有分辨的智慧 於是呢 尼西米要面對三種人 三種人 第一個他要面對抵擋的人 第二個他要面對軟弱的人 第三個他要面對有權有勢的人 好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神是抵擋的人 我們剛才有讀到一個叫森巴拉對不對 這個人呢 他是帶頭的 還有其他人叫波比亞金善等等 就是這一群人統稱森巴拉黨 他就是抵擋的人 所以當我們現在有時候 我們會講說 森巴拉黨的意思就是抵擋神 神意思的人 這一群人呢 他是怎麼樣 他是抵擋的人對不對 他們有三種做法 首先呢 人家一到 尼西米一到 他就說 哦 他績笑 他不但不協助 他甚至在旁邊冷嘲熱諷 甚至挑撥離間 他說什麼 他說 哦 你來喔 你來是 要做什麼 怎麼可能建電呢 這個電那麼殘酷怎麼建得起來呢 哦 你要來建電 那你是不是準備造反了 巧合意間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你是不是要準備造反的意思是說 你建好這個電 你是不是要做以色列的王 那 亞拿虛西王 你就不承認哦 那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他對立啊 所以叫做 猛版 好 所以 首先呢 這個森巴拉黨 他就講了這些話 他就先欺笑 可是呢 你知道嗎 尼西米 他靠著上帝的恩典 他回了一句很重的話 他回了一句很重的話 簡單 可是卻很重 他說 天上的神 必使我哼哼 我要做他的仆人 而且要起來建造 你們在耶路撒冷 卻無權 無憤 無紀念 你們在耶路撒冷 卻無權 無憤 無紀念 績笑不成 他就什麼 阻撓 他怎麼阻撓呢 他就 帶著所有斯巴拉黨一樣 攻擊耶路撒冷城 讓城裡混亂 混亂了是不是就不能蓋了對不對 因為百姓就要跑去哪裡了嘛 所以他就讓城裡這樣混亂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這樣做法 以至於 你心裡更迫切地祷告 他帶著所有的百姓 堅定地祷告 不懼怕 就他們祷告 能力祷告 竟然這些斯巴拉黨不敢來咧 也不要來咧 是不是上帝的作為 緊接著下來 他說 嬉笑不成 攔阻不成 那我們就用計謀 計謀是比較厲害的 怎麼計謀呢 他就栽章 他怎麼栽章 他就說 他就派人 斯巴拉黨就派人 去跟尼西尼講說 我聽說 我聽說 外面有風聲 講說 你回來這裡 耶路撒冷派城牆 是因為你要跟君王 雅達薛西王對立 然後你要做 以色列百姓的王 就你知道 米西尼怎麼回答 米西尼派人告訴他 派人過去 他說 我告訴你你說的話 從頭到尾都是你自己 心裡想的 你知道嗎 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讓我懼怕 因為我一旦懼怕 我的手就沒有力氣 就軟弱 我手軟弱 我的百姓就老一片 老一片 才可被建造成電 不行了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我一點都不去怕 而且你說的話 從頭到尾沒有處在 然後發現 欸 栽章不成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恐嚇 怎麼恐嚇呢 你知道嗎 他竟然找了一個先知 這個先知呢 能夠跟斯巴拉黨在一起的 你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先知嗎 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假的先知 他竟然跟 這假先知 就跑去跟米西尼講 他說 米西尼 我告訴你 今天晚上 那些人就要來殺你 你最好躲到聖殿來 然後我幫你開門 開了門之後 我們兩個在那邊會面 會面 我就把門鎖好 鎖好 我們就不要出去了 因為那些人要殺你 你躲在這裡就非常安全 各位覺得 剛才我特別提到 上帝給米西尼分辨的智慧 每一次 縱算他知道 這些人是不對的 可是你要怎麼回答他呢 米西尼 他直接回答 他說 米西尼啊 他直接回答 他說 像我這種人 我還需要逃跑嗎 他就直接告訴他了 他是 養拿去西王的大臣對不對 是很尊貴的對不對 他直接跟他講 他說 我這種命 我需要逃跑嗎 是不是直接 鄭重 森巴拉黨的要害 我一點都不在乎我的命啊 我的命是非常 不尊貴的啊 我的生命還需要逃跑嗎 我逃到殿裡面 就可以保全我的生命嗎 你看 是不是直接回答了 森巴拉黨的打步 是不是也直接回答了 假先知的打步 對不對 我們直接回到殿裡面 就是聖殿裡面 我能夠保全我的生命嗎 暗示你 暗示你 你也是那個抵擋者 感謝神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 他要面對三種人 第一個是抵擋的人 對不對 好 我們介紹完了 第二個 他面對軟弱的人 誰是軟弱的人 百姓 因為百姓 因為百姓 剛才我們是不是說了 他到了耶路撒冷 他看到殘破 但是他更看到 讓他痛苦的 心痛的是 以色列百姓過得非常困苦 所以以色列百姓沒有任何東西 他就把主產 典當給誰 給以色列百姓有錢的人 有錢的人又收他們的利息 然後給他們一點點的糧食 讓他們裹布 所以他們就會餓死 然後還有誰也參與這種事情呢 官員 以色列也有官員 他們一起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以色列百姓剛開始他們做聖功很高興 說一說說一說 他們什麼東西都沒了 然後肚子又餓 然後天地又不見了 然後我現在沒有去做工 我怎麼去還有錢人還有大官的利息呢 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大大的哭嚎 而且抱怨 這時候呢 尼西米上帝就給他智慧 他直接去找誰 他直接去找第三種人 叫做欺壓的人 就是有錢的人會咒 還有官長做大官的人 他說請問你們 你們像我們的弟兄取利 取利息對嗎 你們這樣做事是對的嗎 你們行事為人不當 已經為我們的神為上了 你看 其實我們有時候我們說的話是對的 可是上帝沒有跟你權定 人心你不會違反 也不會覺得受責非 對嗎 這些有錢的人還有大官 他們聽到就覺得說很扎心 他們就說我做錯了 我願意把他們所有典當的田地 全部還給他們 還有沒有錢嘛 所以他們 以色列百姓就把兒女 兒女 送就是送到有錢家人 家裡的人 有錢家的人 那邊去當門杯 他說我願意把他們全部還給你們 你的兒女都還給你們 他不要再做門杯 田地兒女還有利息全部都還給你 那發現一件事情 抵擋的人他處理好了對不對 軟弱的人 百姓高興了 所有的東西 終於回到我身上了 而且我現在還不用再付利息 百姓高興了 欺壓人的人 悔改了 是不是全國的人 同心合一要進到這聖殿 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 你心裡 他一個驚醒的心 上帝就使他得庇護 我們再看到 他師們他們是如何的爭戰 他如何爭戰 因為森巴拉島一直來攻擊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了 決定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打過來啊 森巴拉島 所以你心裡就告訴所有的百姓說 來 我們呢 全國的百姓 我們建造的時候 一手拿著工具 開始蓋 一手拿著兵器 準備他們隨時攻來的時候 不會來不及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還曾經 森巴拉島還來一笑 他說 嗯 你們蓋著城牆喔 我告訴你 連那個 飛鳥 湖裡 經過的時候 站在上面還會掉下來 這代表什麼 那城牆絕對會倒的 你們就算去蓋 還是會倒 他們說了這話 可是呢 他們還不害怕 從頭到尾 你心裡就帶著他們 經過禱告 就不害怕 每一次的困難 都是經過禱告 就度過 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有多大呢 剛才我們讀到一節經文 他說 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浩大到 你找不到尼西米對不對 尼西米就跟他說 不要害怕 你要找我的時候 我們就吹腳 你聽到腳聲的時候 你就沿著腳聲 就回到我這邊 你們就會看到我 你看 那個工程有多浩大 我們看見尼西米 他靠著上帝來的信心 告訴以色列百姓說 不要害怕 我們的上帝一定為我們征戰 而且征戰到底 以色列人一手拿著工具 一手拿著兵器 請問我們的兵器是什麼 對基督徒而言 我們的兵器是什麼 我們的兵器就是聖靈的寶劍 聖靈的寶劍是什麼 是上帝的道 聖經上有記載 底部所說六章十七節 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話 沒有一句是不帶著能力的 上帝的道 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利劍還更快 甚至魂與靈 古節與古髓 都能夠刺透剖開 連我們心中的思念和主義 都能夠變明 所以為什麼三一行 我們一直強調說 期待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天一定要好好的領修 在上帝的話語上扎根 你知道嗎 每天將我們的聖靈的寶劍擦亮 擦力 惡者百般攻擊來臨的時候 我們才抵擋不住 這是聖靈的寶劍 最後我們要看到奉獻的心 他們奉獻的心得著悅吶 整個建電的過程歷經了52天 52天 一切的仇敵 思維的外邦人 聽見這個電修好了 他們竟然害怕 為什麼 因為要當男主啊 他們竟然害怕了 他們怕什麼 他們成為不展 他們親眼看見一件事情 是他們說的 他們說這功的完成 是出乎耶和華上帝的手 這功的完成 建電功的完成 完全是出乎耶和華的手 在我們教會見面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人都有奉獻自己所有的 有的奉獻時間 有的奉獻恩賜 有的奉獻專業 有的奉獻體力 有的奉獻金錢等等 能夠有奉獻的心 能夠有奉獻的心是上帝的作為 能夠有奉獻的機會是上帝的恩典 再一次提醒 能夠有奉獻的心是上帝的作為 能夠有奉獻的機會是上帝的恩典 在建堂的事上 請問我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是支持者 還是阻撓者 我們是績效者 還是軟弱者 在建電的事上 尼西米經歷了一件事情 就是憂傷的靈 主必不清看的祷告 這樣的祷告上帝為他開了 建電的門 在建電的過程當中 尼西米經歷祷告的大門 為什麼 因為當祷告的時候 神開路 神幫助 神同在 神祝福 今天我們一定要改變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就是 不是我們能夠參與建堂 乃是上帝的恩典讓我們建堂 不是我們能夠奉獻給上帝 乃是上帝給我們恩典有奉獻的心 不是我們努力就能夠建堂 乃是上帝自下征戰的祷告 才能夠完成這功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們了 乃是上帝肯 我們才能夠做 正經上說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老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即興 我們幾不知一切的成就在乎耶和華 一切的能力在乎耶和華 一切的作為都在乎耶和華 我們一起來祷告 我們一起來祷告 屬靈的屬靈生命 屬靈身體的建造 祖給我們像密西米一樣 當我們看到教會有人軟弱的時候 殘破的時候 讓我們用憂傷的心來向神祷告 當我們面對仇敵 每次打戰一大禮大的柴翼 來攻擊我們的時候 求著給我們祷告的心 大有信心 大有勇氣 大有勇氣 起來征戰 當教會有需要的時候 也給我們一個甘心奉信的心 為主擺上 祝您必紀念 祝您必使我們更有智慧 更有權力 更有恩典地來成全您的旨意 奉耶穌基督的生命 阿们